針對部桃院內的群聚感染事件 院方提出了清零計畫 第一階段針對高危險區的706人 加驗了血清抗體 實際踩了682人 當中卻有一名個案 出現了微弱訊號 疑似是無症狀感染者 對此中央將要重新來比對判定 而且進行第二階段的裁檢 來釐清院內感染状況 一隻隻檢體經由機器手臂 先分類在分析 急滴血就能一窺感染情況 針對部桃群聚事件 院方啟動清零計畫 不止PCR檢測 跟加印血清抗體 報告揭曉出現異狀 血清檢驗部分分為兩階段 預計共採一千七百五十九人 第一階段因採七百零六人 實際採了六百八十二人 剩餘的二十四人將納入第二階段 但其中六百八十一人是陰性 一人出現微弱訊號 在判定是否暗藏感染疑慮 沒被狂烈確診卻疑似出現 若陽反應 為了揪出感染狀況 中央第二階段持續裁檢 好讓外界放心早日讓不逃回歸 防疫前線 記者 中均豪黃教維SNG小組 台北陳摩到